在今天白天 冷空氣的強度減弱了 溫度形態來說都上升了 南部到了27 北部到了22 但是你要注意 從明天的早上開始 溫度的形態來說 會隨著北方西伯利亞的冷高壓 逐漸的南下 溫度也在明天早上開始下滑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 這未來幾天 這一波也是今年入冬的 第一波寒流的影響 溫度的變化狀況 先來說到今天晚上 今晚的低溫跟昨天晚上 差不多都是維持在 15度到17度之間 晚上的溫度沒下降 因為最重要就在於 冷空氣還沒有到我們台灣上空 可是你注意 明天早上的時候的溫度是15度 這個溫度可是明天早上的最高溫 也是明天一整天當中的最高溫了 因為冷空氣預估 從明天的早上開始 就要逐漸的影響我們台灣上空了 所以到了明天的中午以後 溫度在北部地區設13度 明天到了晚上的時候 大概明天深夜以後 北部的低溫大約只有在 9到10度左右 所以要提醒您特別注意就是 寒流明天要南下了 而影響時間在明天晚上 跟禮拜三晚上 這兩天的晚上溫度 都大概只有在9到10度 尤其像嘉南平原的空曠地區 甚至在週三晚上到週四清晨 也有機會到達6到7度 因為輻射冷卻的關係 不過到了禮拜四的晚上 可以注意喔 晚上的低溫就已經到14度 溫度形態來說 到了禮拜四的白天開始上升了 所以要提醒您 天氣晴明晚低溫會到9度 來看看衛星雲圖 注意到雲圖上 北方的冷高壓系統 已經正在逐漸的南下 目前冷空氣已經通過了 長江流域囉 正在逐漸的往華南的方向移動 大約從明天的早上開始 冷空氣將源源不斷地影響 到我們台灣上空 但是溫度雖低 可是天氣要轉晴 因為最重要是乾燥冷空氣下來 所以高山部分都不會下雪 可是要提醒您 尤其長輩朋友 跟心血管疾病朋友 在未來24小時後 保暖工作不能少 小丁寧給您個提醒 特別注意是 沿海的陣風是偏強的 騎車的朋友要注意 還有外出穿著 明天特別注意保暖